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他走一年每次的一支架架 在他的車上都哭 這位90後 視同自己相伴22載的 飛鎔書成為閨物 小時候我曾經跟媽媽說 我喜歡一個公人多過你 我媽媽真的超傷心 畢業作品索性將兩個人的情感 融入頭池雕塑入 化碑同為創作 我就畫了我和她的 一些往事在上面 例如這個 然後她說 Eat more Choi Choi 然後我說 I ate five 我以前小時候 去完大 就會叫她來幫我 搞定她 我覺得這些清潔用品 一用完就會被人丟 就好像很多香港人 對待工人一樣 但我就把它變成圖池 把這個好像沒什麼價值的東西 變成一個很重要 和很有情感的東西 龍躍晴和家裡最熟悉的陌生人故事 是不少港鞋的縮影 也成為了這個展覽的一部分 還要探討社會議題的Parasite 以70件藝術品多角度呈現 愛用、階級、勞動和移民等等的議題 香港是世界最依賴外傭的地方 外傭數目有34萬這麼多 為了生活Parasite的媽媽 放下了自己的骨肉 照顧別人的子女 她對媽媽的印象 來自她20年來寄回她的照片 但現在只欲養而親不在 外傭離鄉別井去陌生城市 究竟她們是寂寞難耐 所以做角色扮演 還是她們其實是在家鄉 不能出櫃的真童子 這一個獨特的性別議題吸引了她 我的作品叫Boy 其實Boy是外表很像男生 但其實她本身是女生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她是屬於同性的族群 可能她是有一個男性的形象 同時也有兩個女性的責任和身份 由菲蓉變身攝影師 港獨菲律賓藝術家 又怎笑得她 前年她還見證了香港的雨傘運動 我曾經在那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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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19年 我曾經來拍攝 我曾經來拍攝 我真的沒有想到 世界上 但香港 開了世界上 香港是永遠的家 香港是永遠的家 我曾經在那裡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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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東西會由我來發展 有所愛情課題, 你聽說